绑俄东议员张有福完成了部分肝脏移植手术之后情况良好 张有福今天通过电邮回复媒体的询问 表示已经出院 目前在家中休养 张有福表示 约三年前被诊断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 当时对他的日常生活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今年10月 他的医生建议他进行部分肝脏移植 表示这是对他的长远健康最好的选择 他在这个月1号进行了手术 他也表示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愿意捐献肝脏 但是检测之后发现他的小儿子的肝脏较为适合 张有福目前正在休8个星期的病假